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FM98.1 98新闻台 财经一路发 我是代班主持人林昌新新歌 那第一个阶段 其实听起来 大家都这个蛮嗨的 包含这个台湾呢 因为美股的关系 半导体这个往上拉 所以台湾应该是最受惠 所以今天呢 其实台湾是亚股市场里面呢 其实涨幅是最猛烈的 大概我们大盘是收了 涨了接近快3%左右 那可是呢 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的这个整个市场里面呢 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亚洲股市呢 表现也都还不错 包含你说日韩股市呢 韩国股市也涨了2.44% 那其实各位看到日新二五 涨了3.41% 其实看起来呢 整个都还是比较强势的格局啦 那这个包含呢 我们看到了印度梦买指数 如果大家 我不晓得大家 最近我们要看印度 印度指数 今天呢是创下 应该是近期的新高 就是也应该是 没有 应该是创下死高 已经来到了82755点 就面卖梦买指数 涨了1.15% 那现在的这个欧洲盘呢 基本上呢 延续的涨势呢 包含德国呢 涨了1.45% 然后呢 英国副时呢 涨了0.92% 所以现在这个盘面呢 看起来 整体都是一个比较类似 这种所谓强势的格局 好 那在这样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先来看到 其实 呃 现在的这个日本的央行 看起来呢 其实有一点印起来的味道 还好 其实昨天的这个 美国的半导体其实是比较强 让整个市场 反过来 开始做拉抬 大家知道吗 其实我们昨天在提到 昨天 这个日元 美元对日元 在盘中一度 就是涨破 来到了这个 破了141 那为什么呢 因为日本央行呢 基本上开始放银 这个包含呢 我们说的这个 日本的鹰派的委员 田村直述 他直接表明 必须在明年底 将利率提高 至少到1% 至少到1% 现在是0.25 对不对 那强化什么 整个货币要正常化 所以其实 呃 我先解释一下 为什么日央 他现在要这样做 我觉得是这样子 因为在前一波 八月初的时候呢 其实日本央行呢 本来就属于说 本来就是 我们要让日元 回到利率的正常化 所谓利率正常化 就是不是一直负利率 也不是零利率 要往上调 但是呢 在八月初 一这样的言论出来之后 大家知道 日本的汇率 就日元的汇率呢 一路从162强升 升到100 过了145 那这样的话 其实绕成 全市场 全世界都在讲说 这个套利交易平仓 所以日央那时候就 缩手停下来了 可是为什么 大家知道 这一阵子日央又出来放营 其实第一个 全世界对于这个 日本央行 现在对于整个金融市场 会有影响的这部分 可能稍微有一点疑虑 去降低 很多的分析师 各位可以看到 他说 这个套利交易已经结束 我再次强调 这个不是只有单方面套利 那重点来了 因为日本我们看到 他的这个所谓的CPI 大概已经来到了2.8 那核心通膨 其实日本央行 他最重重的核心通膨 是从2.6到2.7 言下之意 就是跟大家相关的这些用品 基本上开始在涨 那日央他本来 就是想说 这个利率正常化 或是说所谓的 我们看到的这些通膨胀 应该是2% 已经拉过去了 所以当你的利率 只有在1以下 但是你的通胀率 一直在2以上 甚至接近3的时候 日本央行就来说 这样不行 我一定要什么样 一定要升起 来压抑物价上涨的利益 这样懂意思了吗 可是他又怕大家 他又被冠上一个 这个所谓的 造成市场大跌的罪名 所以我认为 当市场比较缓和之后 还好昨天放出 鹰派的言论之后 整个美股又开始往上拉 那就大家就冲淡日央 去压抑市场的味道 这个我觉得是 大家可以特别 特别留意的一个部分 那短线来说 各位可以看到 韩国股市一样 其实短线来说 韩国股市是相对的 比较弱势 那韩股也是在做一个 所谓的反弹的动作 那今天也是站上了 五日线 那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其实我们今天 就要请到专家 来跟我们聊聊 整个国际股市的变化 我们第一段先聊 国际股市的变化 那第二段 再跟大家聊聊 再次的变化 那在这边 我要邀请到 这个所谓的富兰 客人投雇的副总 梁佩玲 梁副总好 乔欣哥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叫哥不敢当 副总好 对 副总其实我刚才 抱歉我也是讲了比较多 就说其实我对国际市场的观察 就大家现在 第四半 就好想进场 可是又觉得说 这里的回档 到底后面 是不是有一些投资的机会 那就您对整个现在的 国际股市的观察 包含亚洲股市 现在大家应该 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观察呢 好 第一个 当然其实我想 其实从下半年以来 对投资人来说 其实整个全球股市 相较于上半年 是出现比较明显的剧烈震荡 那虽然说像今天 其实受到美股 尤其是NVIDIA带动之下 美股的强劲反弹 尤其在费城半导体指数的部分 也让今天像台股 出现了强劲的一个上涨 那这部分当然我们觉得 是一个极短线 就是是一个在整个NVIDIA 利多带动之下 就是黄仁虚心喊话之下的 一个利多反应 但这部分呢 其实我们如果把时间 再拉长到下半年来看的话 其实今年的全球股市 跟上半年真的出现了 有一点两样琴的味道 因为上半年几乎就是 AI科技股市独占凹头 但是下半年 如果你以美股四大指数来看的话 费半指数是跌最重的 跌了超过了有一成 NASDA指数也跌了将近两个percent 即便在昨天的反弹过后 但是反观像是 史坦普白指数 还有上涨将近两个百分点 道琼指数更是上涨了 将近有五个百分点 就显示得出 即便在美国股市当中 也出现了一些肋骨轮动的状况 这当中肋骨轮动 当然就包括了 下半年以来 收黑的就是上半年 涨比较多的 像是通讯服务跟科技肋骨 都是呈现下跌的状态 另外一个比较疲弱的 当然就是因为油价跌跌 不休息的能源 肋骨表现是最为疲弱 但是反而表现比较好的 大家可能都没有想到 就是像不动产 或者是公用事业 甚至民生消费这些股票 其实看起来都好像很温吞 但反而其实它下半年以来的涨幅 都有8个percent 甚至像公用事业类股 涨幅有13个percent 那这在背后反映的是什么 反映的答案就是在于 下半年大家开始 即便联准会 释出了就是降息时间已经到了 但是也带动了整个全球 股债其扬 但是债券市场的表现 是明显的超车在股票市场 那在超车股票市场的状态之下 利率的下滑 当然就会让利率敏感度比较高的 像是公用事业类股这部分 出现了很大幅度的浮涨 那如果就刚刚其实昌星提到了 就是在全球区域的部分 也是类似的情况 我们看到光亚洲市场来看好了 台股跟日本股市基本上 也是跟费办指数是站在同一边的 就是当费办指数比较疲弱的时候 像台股下半年以来跟日股的表现 也都是呈现收黑的状况 但是反而像是东南亚 甚至像刚刚昌星提到的印度股市 都还在创历史新高 那我看到东南亚股市 其实下半年也因为资金开始 从看到半导体可能有一些休息 外资就会做资金的轮动 就转往东南亚市场 那甚至像印度股市的部分 其实有它自己非常丰沛的 就是结构性成长的题材等等 也持续吸引了整个资金的进驻 所以这部分我觉得还是要强调 就是以目前我们对于 全球股市的看法来看的话 全球股市从7月中旬出现了一波拉回 8月份出现了V型的反弹 但9月以来又出现了一波的震荡 我觉得算是一个投资人 在利空消息当中 顺势去找一个股市打第二只脚的机会 那我们也觉得 在打第二只脚的过程当中 但这个时间点可能要看 接下来就是包括了 美国的一个经济数据的状况 以及牵动就是连准会下个礼拜要开会 这次降息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只是未来它的降息幅度跟速度 到底会怎么样走呢 这部分会去牵动 就是包括了公债值利率的一个走势 待会我们会再提 那也因为其实在接下来 就是包括了就是科技新品的一个 苹果发表新品之后呢 大家会开始去关注就是像黄仁勋提到的 就是到底整个AI晶片 AI相关的一个需求 是不是能够供给面 是不是能够赶上需求面 那这部分其实投资人都会用这种 比较偏放大镜来做检验 那我觉得这部分呢 也是会还是会持续让整个股市 是会受到单一的消息面 随之的一个波动 那另外一个 当然转线上比较大的变数 还是在于美国11月5号的选举 那就历史的经验 其实在美国选举前呢 其实9月跟10月份 美国股市通常也是会比较震荡一些 尤其呢 其实现在民调看起来 双方的支持度还是非常的一个拉锯 即便昨天的一个辩论会 看起来是以贺锦丽胜出 就是占上风 对对 但是其实目前的民调还是非常的拉锯 看起来不到最后一个 不知道谁知 就是能够才能够知道胜负 那这部分我觉得越接近选举 都还是可能会增添 整个股市的一个波动 所以现阶段也并不建议 投资人要去大举 去提高你股市的一个部位 就是你保留你的核心的一个配置之后 那这部分我们还是建议 你可能还是要有一点 就是保留一些资金 那等待呢 可能9月10月 整个股市如果有波动的话 才有更多的一个空间 可以做逢低进场承接 那当然我们还是非常看好 今年第四季的一个选后的一个行情 就是11 12月份 我们觉得等美国选举结果出来 不管是谁当选 只要这个不确定性 能够确定的一个落幕的话 我觉得整个股市 还是有它的旺季行情可以期待的 好谢谢梁副总 我们待会再回来谈这个利率 跟公仔的部分 欢迎回到FM98.1 98新闻台 财经一路发 我是代班主持人林昌新 在我们线上的呢 是富兰克林投顾的副总 梁佩玲梁副总 那副总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全球股市 那我们聊天室有这个 应该是说有 我们粉丝啦在问说 AI走完了吗 您可以简短的看法 答案没有 我们认为AI还只是在发展的初期 未来会 就是今年其实算是一个很多 尤其是半导体基础建设 就是在他们筹设的一个初期 那未来会进入到更多的应用端方面 那但是在这当中 当然其实股价通常会领先反应 所以基本上我们觉得 其实如果以之前像看到高盛政权 他们的预估 其实AI这一波的一个 整个资本支出的周期 会持续五到七年 只是它的一个领域 会从可能一开始的半导体 硬体慢慢外溢到其他的 像是最近已经开始发动了 像是相关的电力的产业的基础设施等等 那未来会甚至进入到更多 各行各业的一个软体端啊 或者是服务端等等 这部分我们觉得 AI的一个行情 基本上还是在一个 很正向的一个看法 所以投资人其实还是可以持续做一个长线布局 好所以我想其实大家还是心里要有个底 其实AI怎么会一下就走完 我觉得跟.com也不一样了 至少我觉得应该是说先从基础设施 刚才梁峰讲很好 到了电力设施 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是应用层面 其实大家一直在等 你说整个AI的手机应用 一个笔电应用 我认为我自己在看没那么快 因为看起来你说笔电换AI 可能搞不好是明后年的事情 好那AI我觉得股市谈到这边 我觉得大家更在意就是说 现在的在市真的呛起来是很火热 我先给大家讲 美国实验系工在昨天 其实殖利率是破底了 然后是反弹起来 现在目前是来到了3.674 我今天早上看Failer Watch 基本上9月18号应该是85% 这会降一码 可是在11月份跟12月份 到底是一码或两码 其实有一点摇摆不定 我想问一下梁副总就说 这样子的话 其实投资人对于在市的布局 是应该以所谓资金防御性的布局 还是说可以keep住一步的资金 有一点资本利得的味道 可以放在里面 好第一个当然就短线来看 因为我们认为可能在美国选举前 股市还是会有一些震荡 所以这当中我们觉得 现阶段债券的布局 尤其是这一波殖利率下滑的速度 真的是手如 就是有点像在自由落体 这样的非常快 这一波如果以美国10年 在殖利率6月底的一个数值 是将近4.4% 现在已经降到了 刚提到了3.65 5.66左右 这一波的降幅已经74个基本点 那两年期的降幅更大 是超过了有110个基本点 所以这一波其实大家如果手上有债券基金 或者是相关的一个ETF 应该都有赚到这一波的一个反弹 资本利得的空间 但是我们觉得以目前殖利率 来到这个水准 如果你透过ETF 这就是这种大盘指数 还要去争取太多的一个 就是太多的资本利得空间的话 我们觉得这个空间会相对被收敛掉 因为最主要原因是 除非未来美国经济真的陷入到衰退 或者是很明显的放缓 不然的话以目前 其实你看到美国像是昨天公布出来的核心CPI 其实都还在3.2个percent 是比较粘着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极短线 市场已经很乐观的去反映连准会降息的预期 所以只能遇到这个水准 甚至如果对照蓬勃的一个券商预估 都已经低于预期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去看 我帮梁副总补充一下 梁副总这边可能他意思就是说 基本上如果FED今天降息4码 那各位可以看到现在联准会的高位 从4.6到3.6 就是1% 1%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美国的公债殖利率 已经怎么样先反映了4码 所以大家记得 我一直在观察 假设快速那就有机会 所以第一个是 我觉得现阶段是一个收益 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收益率的 就是收益的一个优势 然后第二个就是防御股市的波动 那第三个就是如果想要再去争取一些资本力的空间的话 其实我们觉得可能真的要是靠主动式的一个经理员 去帮你选债 因为毕竟在一个景气循环的一个比较放缓的阶段 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公司 它的违约率会有上升的一个风险 这当中其实如果就过去的经验 这一次我们觉得美国的一个高收益 就是非投资等级债相关的一个企业体质 其实都比过去来的好 因为未来几年也没有太多要去偿还债务的问题 对违约率预估也不会出现大幅的上升 只是不同的一个企业 它的一个利差 就是以目前的整体的大盘指数的利差水准来看的话 像非投资等级债它的利差 大概是在 就是大概在330个基本点 历史的长期平均是在450左右 所以显示了出来 目前的利差是相对偏紧 但是券商预估还是有机会收到300个基本点以内 那不同的一个产业 当然它的收敛空间就会相对比较不一样 这当中其实我们还是比较看好 可能有一些金融 或者是工业跟能源债等等 所以这部分就是真的要靠经理人去帮你选债 那像是投资等级债也是有类似的一个状况 就是目前利差水准也是在99点附近 那其实距离长期的一个平均130几 看起来其实这个利差也是很窄 但是呢就是现在这个水准 就是让经理人去帮你做一个主动持债 挑选比较好的一个利差机会的一个空间 那除了美国之外 其实也我想呼应一下 刚刚其实主持人提到的就是在日本央行的一个升息趋势 我想这个是非常确定的 所以其实除了在全球的一个央行 因为像全球联准会下个礼拜降息之后 算是加入了全球央行的降息浪潮 那日本是唯一的例外 那像今天晚上欧洲央行也可能会再降息 所以其实全球是在一个宽松的一个资金环境之下 除了美国债券之外 你也可以透过像是全球债券 尤其是你想要去参与日元升值机会的话 有一些其实全球债券基金它是加码日元的配置 但是它没有持有日本公债 因为你现在日本央行要升息 你去买日债基金很奇怪 因为日债基地会上去 但是如果你想要去 跟日元升值的空间的话 就可以去找哪一些基金 它可能在日元配置相对比较多 这部分就可以去参与 因为有一些投资人 其实也可以透过日本基金 只是说日本股市通常在整个 日本央行在升息的环境当中 日本股市可能还是或多或少 会有一些波动 就像7月底8月初那个状况 但我们觉得这不会去改变日本股市长期的一个趋势 所以当然如果说风险属性相对比较可以承受的话 就还是可以透过日本基金 就是像是一些日元计价或者是美元计价 就是没有去做避险这样子 就可以同时去赚取日本股市 跟日本日元升值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对所以说其实杨总讲的很好 就是说其实大家 其实大部分都认识债券 都是有部分都是认识 从ETF来认识 可是这个叫做被动型基金 那主动型的话就是说 其实透过这个投信的经理人 他可以挑一些比较认为有优势的债券 然后来做一些布局 那这样的布局的话 其实在这个所谓的不同的一个 跟被动型不同的方式 就是说他可以挑选 我packing在日元 然后我可以选择一些所谓的欧洲的 包含英国的这些债券 那就可以分散化的部分 所以副总在这样的过程中 您会觉得说其实全球型的 在这个目前时间点 这全球型的债券也是不错的选择是吗 对因为我们觉得像有一些 其实包括了就是全球央行都是在宽松的 那这部分其实未来的殖利率 都还是有下滑的空间 尤其是有一些新兴国家 它的利率其实还是相对比较高的 所以这部分还是有比较高的收益率 可以期待 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提到 如果你想要去参与 手上如果你都是日元的话 那你又不想要去买相关的日本股票 或许你可以考虑有一些 现在很多投信 或者也都有引进 以日元避险计价的 不论是美国平衡型 或美国债券的一个产品 就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去参与 未来日元升值的机会 对所以梁总提起的很好 就是说其实除了ETF之外 也有日元计价的基金 但这个日元计价基金 其实相对来说现在美元做 那如果手上很多日元去日本玩 玩玩还有剩下钱 或者说又是买一些日元的话 资金去化的管道 对好谢谢梁副总